经济部长孙运玄在会中致辞指出,近年来由于工业发展迅速,因此工业安全卫生也越来越重要。 他感谢内政部举办工业安全卫生会议,以及推动工业安全卫生的卓越贡献。 他接着指出,工业安全卫生对帮助经济发展的重要,他希望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的业主重视这一个问题。 并且要兼顾劳工的权益和健康。 工业安全卫生会议将在今天下午举行闭幕典礼。